我已经能上球队封面了 跟两个边前卫站在一起 一个后腰 有朋友说今年能随便更改位置 我还不知道 非常感谢啊 我本来就是中场进攻型的 赶上前锋中 看看还让不让我踢后腰 后腰的话 现实中比赛是很重要 但游戏中实在是太无聊了 而且一丢球就感觉有我的责任在 换了位置后 好像重新开始获得教练的信任 你看我已经从首发降到替补的替补了 果然让我替补登场了 五分钟过去了 当前锋太难了 如果队友不给力的话 五分钟过去了 我们球队没碰到球 更没说我 还是输了 替补上场得6.6分 我们果然就只买了个门将 把索伦克卖了 Trivers好像是我们之前的主力前锋 神秘色我不知道是谁 看看英超的转会 利物浦前来了克鲁斯库尔巴利 倒没卖什么人 埃佛顿 收支平衡吧 买对后卫 卖了一些中前厂 满连啊 卖这么多人 基本上没买谁啊 路易斯阿尔伯托 卖了德赫亚 大销 整个后防线都不要了是吧 来斯特城可以啊 买德赫亚 买德赫亚 还买勒库斯那个后卫 迪玛利亚 帕罗霍 有钱 又引进了一个球员 这是谁啊 看看去啊 应该是他了吧 一个左边后卫 升到18级 状态火热 看看那个是什么天赋 在进球之后的15分钟内 提升射门属性 这些属性啊 可以改的 不是说升完就不能动了 改也不需要花钱 加敏捷和进攻站位好了 替补 这场辈子有点机会 时间比较多 给了我15分钟的比赛时间 对手也不是很强 主攻 啊 库克 对 不给力 打吧 莫利柱 不要这样啊 单刀的机会 终结这么差 主场落后了 看看能不能帮助球队啊 这次刘的比赛时间多了 30分钟 安东尼进过球吗 终于进球啊 单平 屁股了四五长啊 终于找到点感觉 打里皮的进脚 打里皮的进脚 布鲁克斯 你就帮我一次吧 为什么我的好传球 他们都射不进 我说如果能一传一射的话 我这首发就站稳了 洗平了 本来有机会反败为生 对福乐姆克场 0比0还有30分钟 队友手动增加难度啊 刚上场就被判了电球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写AI帮忙 好球啊 抢端全靠自己 这前方提的太爽了 船也不错了 不知道那个角度怎么射门 行了 1比0好歹赢下一场 拿到全场最佳 这样都从不到首发 主场对波恩利 波恩利间排名在第五 终于抢到了首发 对面前方这么会儿都两次射门 好爽啊 终于接受我的助攻了 库克1比0 3次射门 5次射门 4% 5次射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前锋踢的还不是特别的适应 踢着踢着找点感觉 我不能一直在前面待着 我觉得有时候回撤会好一点 因为队友不是太给力 你一直在前面待着 其实反而拿不到什么机会 不如回撤当个V9号 还能做一些球什么的 有时候效果更好 又拿到四点天赋 到19级了 还可以再挂一个新的buff 加点短船吧 挂个全队的试试吧 创造机会这个 看看肖怎么样 不行再说 好 好 谢谢观看